万一哪天失宠了 就连个照应的人都没有 那我问你 从小到大了 你是喜欢我多一点 还是更喜欢茗玉 茗玉跟你的性格不一样 而且不管怎么说 当初是她的牺牲 才让你全身而退 她现在已经完成 义父任务的第一步 有朝一日 当义父独揽大权的时候 就是我们攻城身退之日 看来你还是奉行不下茗玉 那你的意思 是让我继续等吗 你愿意吗 有你这番话 我心甘情愿留在皇宫 我会等 等你许诺我的那一天 对了 今天我们俩说的话 不要让任何人知道 记着 你也没有来过我的房间 为什么你明明是女儿之身 义父 非要你穿上戎装呢 义父 这是您掩盖我的真实身份 保护我安全的唯一办法 你从小就问义父 你的父母是谁 他们在什么地方 为什么我们只能生活在这里 我爹娘是谁啊 他们到底在哪里啊 你爹娘 本是一对非常恩爱的夫妻 你们一家三口本来生活得很快乐 可就在你出生那年 那个狗皇帝微服私房 他看中了你娘 竟然在光天化日之下强强弥女 你爹上前阻拦 被那狗皇帝下旨处死 你娘不敢羞辱 就当尽了断 我爹 和我娘 他们就这样死了 我爹上前阻拦 那年 你还不到一岁 身为舅父的我 只能把你接到这里生日 还要整天担心 那个狗皇帝会把我们满门抄斩 我要杀了那个魂军 我要杀了那个狗皇帝 这狗皇帝是杀不尽的 杀了一个 还有另一个来继位 义父是让你混入皇宫去 掌握大权 让这天下 掌握在你我父女手中 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为你父母报仇 为天下黎明百姓报仇 好 好 让我走 凌春姐 我走 看见余公公你就忘了回来 刚才库宁宫的太监 传来皇后御旨 梦死我了 要我们在傍晚之前 赶制好典型 送到秦轻宫去 难道今天晚上 秦轻宫有夜宴吗 听皇后身边的人说 皇后身体康复 要宴请西场的贵人 怪不得宇公公 收到了皇上的赏赐 那今天晚上 宇公公是不是也会去 前进宫啊 还不快点做点心圈 送过去不就知道了吗 杜主大人 你的万碧江山 已经没了 你这个臭小子 一朝得知 就忘了谁是你的主子了 我下手如此之狠 也不让我三分 杜主大人 不是您跟奴才说 不许奴才 受下留情的吗 而且您还跟我说 只要奴才赢了您的话 一定会重重有赏的 原来你是见前眼开啊 宇化田 你来得正好 宇公公 叩见杜主 你看看他 你们两个 一个机灵事款 而你 又沉默寡言 有点意思 你们两个 是我的得力助手 今晚 皇后在前进宫 宴请我们西场的人 我 就带你们两个去 是吗 谢都主 于公公 皇上所赐的玉皮修 今晚可别忘了戴了 老夫的半壁江山 你能救得了吗 那可以 你 是 建议 宇宙 是 你 在哪里 那 我 小心啊 落棋不悔啊 你别以为有都主和皇上跟你撑腰 你就可以无法无天了 这盘棋如果你敢赢我 我就把所有的妻子塞进你的嘴里 我好怕啊 来 皇上 奴才叩见皇上 时间到了 我们该去乾清宫了 你没看见皇上在我这儿吗 你先回去 皇上什么时候想过去 自然会去的 皇上 皇后的病早就治好了 你不必担心她的身子 你就这么着急 要和她去庆祝 朕最疼爱的当然是你了 可她是朕册封的皇后 今天难得皇后有心情艳客 我要不去啊 不合适 嗯 那朕就留下来 都陪你一会儿 晚点再去 好不好 那皇上今晚就别走了 那皇上今晚就别走了 她们是哪个宫的 回皇上 她们是点心局的宫女 你群结结了 头抬起来证看看 行了 你们回去吧 谢皇上 恭祝皇后娘娘 福体安康 永享千秋 快坐下吧 谢娘娘 若不是众位公公对本宫的效忠 此刻本宫也不能坐在这里 尤公公 那位小太监看着眼生得紧哪 回皇后娘 皇上驾到 奴才奉剑皇下 皇上臣妾叩见皇上 你们都起来吧 谢皇上 谷小月也在啊 禀告皇上 太监谷小月蒙受皇上的赏赐 奴才特意带她来乾清宫 让她向皇后娘娘请安 好 奴才叩见皇后娘娘 起来吧 谢皇后娘娘 怎么 皇上 你对这新来的太监 如此熟悉 昨夜我与尤家促膝谈心 我们君臣好久没有那么痛快了 这一切 都是因为这个小太监 无意中促成的 奴才不敢 奴才不敢 皇后娘娘能康复 以化田是莫大的功臣 奴才不敢 所以今天我赏了一份礼物 给古小月 同时也有你的一份 你们俩年纪相仿 又都在尤家的麾下 所以你们一定要好好地听尤家吩咐 今后好好为朕效力 谢主隆恩 谢主隆恩 好 都入座吧 义父 我看皇上是中了皇后的蛊毒了 我一再地挽留她 她最后还是去了浅清宫 你摔碎的这个 可是皇上遇刺的夜光碑 这可是死罪 万一要是动了胎气 孩子有个什么闪失 我看你这辈子 就待在这冷宫里了 义父 你怎么这么无动于衷啊 你不是说过 皇上已经相信 尤家是下毒药 害死皇后的凶手吗 为什么皇上 现在还是那么宠心尤家 你说我现在该怎么办呢 盈玉啊 稍微物躁 尤家现在一定是称心如意 以为得到了皇上和皇后的宠心 可他万万想不到 他很快就会跌入万劫不复的身影 怎么 你是不是已经想到了 除掉尤家的办法 一个人最大的悲哀 莫过于他登上群山之巅 仿佛大帝都在他脚下的那一刹那 被人推下悬崖 那种措手不及啊 那才真正叫绝望 皇上 皇上 怎么没有去明妃那里歇息啊 真不想去打扰他安晴 皇上 臣妾这条命 是捡回来的 从今往后 不会再嫉妒 为你怀上身孕的嫔妃 希望明妃 能早日为皇上戴下龙肿 这也是臣妾朝思暮想的心愿 难得皇后对朕通情打理 可是 我心中的不快 另有原因 是朝中又发生什么事了吗 常听人说 伴君如伴虎 可是谁又知道 朕心中的苦啊 他们平时一个个 表面上对朕言听计从 可是背地里 却是阳奉阴违被信于朕呢 皇上 难道您还在对尤公公耿耿于怀吗 还是说 在怪罪臣妾 今日只宴请了西厂公公 而没有宴请东厂的人过来赴宴 皇后 你知不知道 万玉楼一直认为 游家 就是毒害你的凶手 难道 你不恨那个曾经 毒害了你七年 甚至 让你怀不了孕的罪魁祸首吗 臣妾的古毒之说 只是风朝阳的说法 或许臣妾命中注定有此一劫 未必真有人想要加害臣妾 如今时过境迁 臣妾已经不想再去追究了 皇上又何必放在心上呢 现如今最重要的是 东西粮场能够得以和解 齐心协力为皇上效力 东西粮场就是朕的左膀右臂 这就是朕的心结所在啊 皇上英明 假以时日 一定能化解东西粮场的恩怨 可是 尤家和万玉楼积怨已慎 盘根错节 可能 不是一时半会儿能化解得了啊 但是 这就是朕的心结所在啊 假以时日 可是 皇上 今秋送爽 臣妾这里 倒有一条妙计 皇后说来听听 明天将会是个好天气 皇上不如在宫中 举行一场热热闹闹的比试 一方面 撮合万公公和尤公公 或许十年的恩怨 能够一孝敏恩仇 另一方面 也可以测试一下 两位督主麾下的实力 皇后 说的是什么样的笔试 嗯 嗯 快起床吧 快起床吧 快走了快走了 发生什么事了 你们大清早的干什么呀 中古齐名 皇宫肯定发生大事情 我们得赶紧回主的身边报到 快走走 快走快走快走 快走快走 等等我等等我 你慢点 皇上今天 要我们东西两场 在教场举行一场 促居比赛 这是多年来 我们东西两场 从来没有过得正面接触 都主 皇上为什么要安排这场比赛 究竟目的何在 皇上表面上说是友谊赛 但我推测了 万云楼这个老皮肤 一定不会善罢甘休 肯定会寻找机会 灭我们的威风 到时 场上的规矩 都不会被遵守 到底会发生什么事情 难以预料 李华田 你认为这十个人当中 有几个人可以上场 你们几个谁会提促居 千胡大人 属下会 一共有四个人 加上你 只有五个 还差一个 杜主大人 杜主大人 我来了我来了 参见杜主大人 胡小玉 一走你就精神抖擞 别抖坏了你 这 古小玉 你真的可以吗 可以啊 听下知道 哪有古小玉办不成的事啊 那就太好了 人都到齐了 等他们化完衣服 我们就出发 好 我们换什么衣服啊 这是要去哪儿啊 你刚才没听到吗 督主让我们提醋居啊 醋居 什么醋居啊 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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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十几个大男人 抢了一个球啊 你去给我守龙门 千万记得 不让球被踢进 就那小框框 没问题 就这么整个小门啊 小意思 来吧 你放开我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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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这 这 我 这 来 来 来 去 去 去 找着 快 快点 走 快点 牵着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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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用 打 跑 好险啊 差点被打成大冰脸了 我让你守龙门 你看到球不挡不击还敢跑 你干什么吃的你 我又不是傻子 我干吗让球打呀 好险啊我的脸 守龙门的责任是不让对方进球 你不是会武功吗 你就不能把球挡出去吗 我告诉你 如果再借一个球 我就挫得你在宫里的时间 好了 老虎不发威 你带我是病猫啊 来 回来 守门 知道了知道了 来吧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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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拦住他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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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踢过来踢过来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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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你跟我好厉害啊 苏慧荣 你看余花田又进球了 你怎么不替他打气啊 他是我心里的大英雄 我知道他一定能赢 皇后啊 这看起来不像是友谊赛啊 这更像是一场争夺赛 这只会让东西两场更加不合啊 皇上 现在东西两场 都在皇上的眼皮底下比赛 那是一场明争 总好过他们在私底下暗斗 这样一场公开的比赛 可以让这些年轻气盛的两拨人 把气力都通通地发泄掉 皇后说得对 既然是争夺 就一定要分出个高下 朕今天就要选出 大明朝最有勇有志的武士 来为朕效力 你们还有啊 没完啦 哇 顾小月 真有你的 比女公公还厉害 皇上你看那 来 皇上 干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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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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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道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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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时辰已到 西场上 好 我们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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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赢了 好 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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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了 快走 快走了 走了 真是一场精彩的比赛啊 西场虽然胜了 但这胜负 它并不重要 朕希望 从今天开始 东西两场 能够齐心协力 为朕 也为我们大明设计 好好地效忠 场中的各位健儿 英姿勃发 朕要将你们 都收入朕的金丘狩猎大队中 做朕的贴身侍卫 明天在这里 朕要选出一位头领 他将随朕 一同出发 谢主总 肯小月 看你平时呆头呆脑的 没想到这伸手倒是不错啊 是啊 你在哪儿学的功夫啊 我刚才只是叔叔经营国 连两成的功力都没使出来呢 你们这些笨蛋 真是羞死个人呢 怎么看着看着 还会上瘾似的 你改名字叫思春吧 好了 好了 说什么啊你 说你呢 还来是吧 不对 宇宇公公呢 快快快 你快去帮大扫你的 竟然在那边看我们洗澡啊 害不害扫你们 真是的 行 行 行 我们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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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门啊 宇公公 你躲在里边干吗呢 这梯子满身大汗的 你也不出来冲冲凉 顾小玉 嚷什么嚷 给我滚 宇公公 你大白天锁什么门啊 你不会是受伤了吧 要不要我进来帮你看看呀 宇公公 你没事吧 一定是受了内伤 这帮都逞的人 构机跳墙玩音的 宇公公 宇公公 没事吧 你 你干吗打我呀 我打的就是你这种 不知分寸的混蛋 明明什么都不懂 还敢冒充内行踢错局 我这是关心你啊 你怎么狗咬吕洞兵 不是好人心呢 今天最后一个球 还是我挽回的呢 虽然我不知道比赛的规矩 可我不是一样打得热火朝天的 今天要是有最佳球员的评选的话 那非我莫属啊 你又开始大言不惭 少往自己脸上贴金 我担心你 怕你出了什么意外 我刚刚以为你伤了呢 你以为我是你啊 就凭那帮人 怎么可能伤到我 那我们一起洗澡 你怎么没出现啊 你身上怎么是香的 你身上怎么是香的 你是什么时候洗的 为什么我怎么洗都是臭的 你瞧瞧我呗 兄弟 谁是你兄弟 你给我记着 我是你主子 你是我奴才 哎哟 哎哟 干什么这么神神秘秘的 哎呀 完了 她不会真的是在学女人 涂什么烟针水粉吧 真是娘娘强 快点下 快点下啊 下完了没机会了啊 说一赔五 一赔五啊 不对 你说这一赔五 输了一赔五 可是 你剩这一赔 这一赔 这一赔 一赔这个 这没压呢 不是不是 你们在干什么呢 来来来来 伍伍伍 你今天这是阴影神舞 虽然你的赔论是一赔五 但是我们大家 都压了你 都压你 都压你 喂 我还没找你算账呢 上次跟我说 严细功证的修缮 害得我差点被 明妃娘娘给整死了 严细功他的确在修缮 只不过他早就修好了 你 谷公公 皇上已经亲点 你和与公公两个争夺 是啊 极秋狩猎大队统领的位置 你一定要赢啊 一定要赢啊 为什么 那那 那那边在开盘 赌 赌 赌明 明天 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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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赌 对 同龄 真的 怎么赌的 是这样 宇公公呢 是一赔一 你是一赔五 为什么我那么冷门啊 宇公公他好歹是签户 所以他们给他面子嘛 那你们呢 你们怎么赌的 我们当然是捧你的场 对 我捧你的场 是 你们这么够意思啊 谷公公啊 我把一年的俸禄都压了您 如果输了我这一年 能不能跟着您白吃白喝 你看行不行 好 你们既然这么停了 放心 我一定进来而为 大家永无同享有难同当 同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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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做人要低调 低调 对对对 你知道吗 皇上这次为什么要亲自选狩猎护卫啊 是不是跟城里头这些事情有关 什么事啊 说来听听啊 虽然现在宫内是平安无事 但是城外已经是风声鹤唳了呀 城里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没没没没错 皇 和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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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了行了 你说 其实皇上是担心这次出刑有生命危险 所以他亲自挑选了护卫队 我还是没明白你们在说什么 这事你还不知道吗 现在东厂啊 抓了很多勾结叛党的贪官 这很多无辜的官员都受到了牵连 那这些都是东厂的人干的 皇上知道吗 其实东厂的人在外面他也不好过 他们有几个签户都被砍了脑袋 挂在东门上连大气都不敢吭一声 哦 好久自吼着 难怪万公公今天魂不守舍心神不定的 那你们知道是谁干的吗 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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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 凶 凶 赵怀安 小声点 是赵怀安 你怎么知道是他干的 那个赵怀安太猖狂了 他不仅杀了人 还在那无头的势力旁边 写下了赵怀安三个字 对对对对 这就叫此地无银三百两 他就是让所有人都知道 然后造成人稀活活 对 让你倒酒还不愿意 怎么了 不高兴啊 你看人家多乖 过来过来 少爷 这杯酒给你喝 少爷赏你的 喝 来 主人 滚 别走啊 你凭什么打我 这人往高处走 水往低处流 枉费你人上人之尊 想不到 你竟然是一个 叹恋色欲的下流之辈 你要把我关到什么时候 我要出去 我让你在这儿修心养性 你整天给我寻花问旅 你整天给我寻花问旅 他们是你的丫鬟 你连丫鬟都不发光吗 你说的没错 你是让我吃得好穿得好 但这儿对于我来说 简直是监牢 我告诉你 我宁愿回去当个乞丐 也不愿意在这儿寄人立下 特别受制于你 乞丐 江山你不要了吗 什么江山 你到底要利用我 达到什么目的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 是你派人血洗了万马堂 杀了我全家 好 既然如此 今天我就把话跟你说清楚 你不姓马 当然 万马堂的满门抄斩 也跟你的真实身份有关 你以为 你只是瑜伽后人那么简单吗 那 我到底是谁啊 你姓朱 你是当今的太子 这 我真的是太子 那 那既然我是太子 你凭什么把我关在这里 因为你的父皇不要你了 当年你母亲瑜伽 被皇上定了个谋反的大罪 下旨满门抄斩 你的生母兰妃生下了你 也是想尽了办法 才保住你的小命 我要是现在带你去见皇上 皇上非但不会相信你是太子 还很有可能 会把你杀了 那我何时可以得见天日啊 天将大任于私 必先苦其心智 劳其经过 你看看 现在这副样子 简直就是个酒囊饭带 哪有半点太子的样子啊 我让你在这儿潜心修炼 文质武功 等待时机成熟 你只要乖乖地听话 我保证有一天 我会帮你登上大位 好 我们一言为定 你要我做什么 我听你的便是 本不需要的鱼呀 我的颜质水粉 LEO 水粉 今天煎的鱼呀 这个多少钱 来客官看个鱼 客官给您抱上 您慢走 走 你要记住 以后有什么事情 寄带来铁十字鱼铜那的 冰汤葫芦 老板 来一个冰汤葫芦 好 今天鱼 拿着 谢谢 师父 师父 可算找到您了 忠悦 你进宫这么久 有马天游的消息没有 师父 我去晚了一步 等我去宫中的时候 所有的工匠都已经走了 少爷也不见了 那你怎么还在宫里待着 亏我在这里待了那么多天 一直担心你的安危 我是担心失去少爷的消息 就留在宫中了 结果我发现 风朝阳被关在戏场的大牢里 我想想办法 看有没有机会能够接近他 不过再这样下去的话 你的身份会暴露的 没事 师父 这个你放心吧 现在啊 宇化田不仅跟我打成一片了 西厂督主 还给了我他的令牌呢 真的假的